好的 谢谢婷宇 我们另外还要带您来关注台北和高雄的马路都出现了空洞 今天上午11点高雄前镇区马路中央出现了长4公尺 深2公尺的坑洞 市府研判南部连日大雨地下水冲刷地基导致塌陷 紧急调派机具抢救 而台北市中山区的路面也出现了小空洞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